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是路德记 请问一下多少人有做功课 有读路德记的 请你举个手 挥一下 看到了 谢谢 放下来 记得是路德记 不是记得路 很多人都会忘记这件事情 那我在开始分享信息之前 我要给你有个邀请 那你知道我们每个礼拜来到教会 我们到底要什么呢 我希望你不是只是一个习惯性的来聚会 那我们每一个礼拜都有新朋友来 那其实教会在疫情之后呢 已经增长了一倍了 那我为什么总是常常会在门口的原因是呢 各位有许多人呢 我实在是已经不认识了 所以我一定要在门口来看 说谁是谁 结果看了半天 我还是不一定认识谁是谁 但是呢 我希望你来的一件事情 是要来遇见这位主 可目见到他 更重要的是呢 我们是他的儿女 要听见他今天要对我们所说的话 阿们 所以我再讲一遍 我要带各位有一个祷告 一样 先为自己来祷告 就是天父 我要向你把心敞开 一切拦住我们的都要挪去 我可以专心的来听见你今天要对我说的话 阿们 各位你一定要明白 心呢就像土一样 神的道传讲出去的时候 如果我心是预备好的 他会结果是三十倍六十倍到一百倍的 阿们 所以非常重要的是为了自己 可以的话 请你从位置上面站起来 我们先来为自己来祷告 然后我们再为 我再带大家一起来祷告 记得 把自己交在主的手里面 自己开口说天父我在这里 主啊开我的心开我的眼 我今天可慕听见看见 你要对我说的话 每一个人都开口来到主的面前来祷告 哈利路亚 主我们感谢你 主我们赞美你 谢谢主你是爱我们的主 你也是那信实的主 主我们今天来的时候 主你帮助我们预备我们的心 单单的来听见 你要对我们所说的话 主我们是何等样的需要 主你自己 主啊你帮助我们把那一切的拦阻 重担卸在你的脚前 因为你说你是那顾念我们的 预备我们的心来领受你的话语 可以结出果子三十倍 六十倍到一百倍 天父我们渴慕你 我们需要你 谢谢主向你献上感恩 阿爸父啊 每一次的聚集 都是你给我们极大的恩典 主每一次的聚集 都是新的 每一次来到你的面前 都是新鲜的 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渴慕天父 你透过今天的信息 透过今天的聚会 来触摸我这个人 让我们来遇见你 看见你 更重要的是听见你 所以我们渴慕圣灵 大大的运行在我们当中 就是真理的灵 引导我们进入那一切的真理 打开我们里面的眼睛 叫我们看见 耳朵打开可以听见 心里明白 以至于我整个人可以回转 但是那魔鬼撒旦 那拦住我们 听见你声音的 教会要同心合一的在这个地方 奉主耶稣基督圣明 你命令他都要离开这个地方 释放你的百姓 让每一个人都来遇见你 看见你 知道你是那又真又活的主 向你献上感恩 这样的祷告 是奉主耶稣基督 你最宝贵的圣明 阿们 排长将荣耀归给主 请坐 我们今天要来看路德记 那我稍微给大家复习一下 我们从旧约开始看起 然后我们又回到新约去 所以我们看到旧约的时候 我们看到了摩西五经 然后我们看到约书亚记 一直到世诗记 然后我们做了一个转换 我们就进到新约 我们的四福音书到使徒行传 一直到这个罗马书 哥林多前后书都看完了 所以我们要暂时 在新约休息一下 又回到旧约来 那为什么这个样子 是让你有一个机会 可以稍微两边都顾到 因为有时候 我们花太多在一个地方 我们忘记前面所说的 所以我今天稍微复习一下 我知道有很多人 已经读了路德记 但是也有很多新朋友 才刚进来 对路德或是记得路 都完全是没有办法分别的 所以我会花一点时间 来给你解释 但是我先给你一个 稍微的一个历史背景 我们从创世纪看到的时候 其实有一个非常主要的人物 叫做摩西 那律法十戒是神透过摩西 带给以色列人 而且跟以色列人来立约的 那在整个摩西五经里面 有一个非常重要事件 我一直在围绕着这个重要事件 是神透过摩西 那个救赎者 进到埃及 把神的百姓 以色列人从埃及 为奴之家带出来 经过的红海旷野 是为了带他到迦南美地 也就是那应许之地 来得着神为他们 所预备的丰富 所以来到摩西五经 来到最后的时候 从创世纪 一直到生命纪 就在讲这个旅程 但是摩西没有办法 把以色列人带进到以色列 也就是应许之地 后面接续他的一位 叫做约书亚 约书亚这个名字 很多人都听过 约书亚是希伯来文 他翻成希腊文的话 就是耶稣 也就是摩西代表律法 把人带到应许之地的外面 但是是耶稣基督 他借着恩典 把神的百姓带到应许之地 那约书亚在的时候 人们就侍奉耶和华 可是当约书亚离开的时候 人们就开始拜别的神 所以约书亚后面的那一段时间 叫做世诗 所以世诗它有一个循环是这样 当有敬畏神的领袖 起来带领百姓的时候 人们就侍奉耶和华 但是许多的时候 当他们领袖不在的时候 当他们因为侍奉耶和华 神把丰富带给他们之后 他们就渐渐忘了耶和华 就又开始去拜别的偶像 以至于仇敌可以介入 迫害他们 甚至使他们受苦贫穷 家破人亡 所以以色列在当他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 就又开始悔改到神的面前 呼求神来拯救他们 所以神就兴起世诗 介入救他们 他们再一次丰盛起来 然后又忘记耶和华 就不断的在这样子的一个循环里面 那路德纪呢 是发生在世诗纪的这一段的一个时间里面 所以呢 路德纪呢 非常的奇特 他非常的短 就四章而已 那很多人很喜欢路德纪 为什么呢 因为呢 他非常的浪漫 等一下我会跟你解释 为什么他是非常的浪漫 圣经66卷里面呢 只有两卷书呢 是用女人的名字呢 来命名的 一个就是以色帖 那以色帖呢 她是一个犹太的女子 那记载呢 圣经记载是非常的美丽 而且她成为皇后 她这边记载是一个 以色列人嫁到外邦去的一个故事 那路德刚好相反 路德是外邦人 但是她漂不漂亮呢 没有特别讲 所以我一直在想 她到底漂不漂亮这件事情 所以我本来想要画一个 大概这个路德的样子 但是我怕把它弄出来之后 可能我想象的美丽 跟你想象的不一样 所以我决定还是要放好 你自己想象就好了 圣经没有特别讲路德 但是路德呢 嫁到以色列人 嫁到神的家里面去 所以他的整个故事呢 是非常不一样的 所以我要先跟你解释 他的整个的一个背景 所以在试诗的时候呢 这边我没有打出来 但是我稍微跟你讲一下 你大概就会明白 那因为很多人呢 可能没有读这个故事 所以在试诗的时候呢 因为呢 有时候神的百姓离开了神 所以被仇敌攻击 所以很多的时候 他们有饥荒了 所以在发生这件事情的时候 其实在路德记第一章 就讲到说呢 那时候国中遭遇饥荒 在犹大的伯利恒 有一个人带着妻子 和两个儿子 往摩亚地去寄居 这个人名叫以利米勒 我们只知道有一个人 带着他妻子叫做拿尔米 或者是英文比较简单 叫做Naomi 他的意思就是甜的意思 sweet的一个意思 他就带着妻子呢 跟两个儿子呢 到摩亚地 那我给一个背景 以色列人跟摩亚人是敌人 他们是不往来的 甚至是世仇 你了解那个意思 可是因为饥荒 没有东西吃 所以这个人呢 带着他妻子 跟那两个儿子呢 就直接住在摩亚地去了 这是他整个一个 历史的一个背景 结果呢 去的时候呢 好景不长 这个人就死掉 但是还有两个儿子 对不对 拿尔米呢 还有两个儿子 所以他各自呢 都娶了妻 结果呢 他们也做了一件事情 是以色列人不能做的 他们娶了摩亚人的女子呢 为妻子 那这个还不打紧 他们结了婚之后呢 十年内呢 都没有生孩子 结果呢 这个拿尔米的大儿子死了 这个小儿子呢 也死了 就剩下什么呢 婆婆跟两个媳妇 这个故事是这样子开始 所以他浪漫在哪里呢 就是你要稍微想象一下 他们呢 什么都没有了 拿尔米呢 觉得他什么都没有 结果呢 他们是住在摩亚地 对不对 结果呢 听说 他们原来出来的地方 他们原来出来的地方呢 是在 是叫做伯利痕 如果你听过伯利痕 耶稣是诞生在伯利痕 Beslehem 所以他听说 神又眷顾以色列人了 你记得吗 在世事他们一直有这个循环 对不对 当他们离开的时候 被仇敌攻击 他们就贫穷 然后他甚至是有饥饿 但是呢 当他们回转的时候 神又赐福给他们 所以他听说 哇 原来伯利痕呢 他们自己的地方又有食物了 所以拿尔米呢 因为呢 可以死的人都死了 所以呢 他想说他要回去 所以整个故事的发展 是在这里 各位 这是很戏剧的一件事情 就是呢 这个婆婆呢 带着两个媳妇 走到路上的时候 准备要往这个 以色列去的时候 婆婆就说 媳妇啊 各位 很多是我自己家的 你想象就好了 媳妇啊 你不要再跟着我了 你回娘家去 对不对 在这边呢 没有未来 你就回娘家去 结果那个大媳妇说 跟小媳妇说 不行 我一定要跟着你 无论如何 你到哪里 到天涯海角 我都要跟着你 然后拿尔米就说 我跟你讲 我已经没有儿子了 儿子都已经没有 都死了 我现在就算赶快去结婚 生一个儿子 也来不及了 所以呢 你们还是回娘家去吧 所以那个大的媳妇呢 听了非常的难过 不舍得 就抱着她的这个婆婆 亲嘴 就离开了 那现在剩下的是什么呢 这个小的这个媳妇 结果这个小的媳妇 你要想象 她讲了一段话 历世历代都在传这一段话 真的成为一个名言 我要念给你听 那这段话你要想象 有一点是天色有一点昏暗 然后刚好有光打下来 在路德的身上 她讲什么呢 这句话呢 是非常出名的 所以呢 你呢 不要念 我来念给你听 她说什么呢 路德记得第一章 第十六节到第十七节 她是这样讲 看我 看我 她说什么 路德说 不要催我回去 不跟随你 你往哪里去呢 我也往哪里去 你在哪里住宿呢 我也在那里住宿 你的国就是我的国 你的神就是我的神 你在哪里死 我也在哪里死 也葬在那里 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 不然愿耶和华 重重的降伐于我 哇 这是很重的一段话 我昨天刚好被请去主持婚礼 那他们是说 你要用哪一段经文 我就用了这一段经文 全场错愕 我不离开你 你就算死了 我也跟着你 你埋葬在哪里 我也葬在那个地方 吓死你 真的是一个 爱情的最终的一个 表达的一个方式 反正呢 就是这个路德呢 就决定 一定要跟着婆婆走 所以呢 婆婆呢 回到这个以色列的时候 回到伯利恒的时候 各位一定要了解 那个时候一个城镇 没有多少人的 所以听到 拿尔米回来的时候 大家都出来说 哎呀 拿尔米回来了 拿尔米说 你不要叫我拿尔米 拿尔米就是 sweet 很甜的意思 他说我出去的时候 是满满的 我回来是空空的 耶和华降伐于我 我哪有甜 我是苦的 叫我叫玛拿 玛拉 我就是苦的 他是非常不容易的 所以他的故事的发展是呢 后来呢 出现了一个白马王子 叫做波阿斯 我跟你讲 历史历代的人 大家都喜欢童话故事 这个路德记呢 真的是比灰姑娘还要好看 就是什么 这个波阿斯出来 他圣经里面讲说 他是一个大财主 这真的有讲 只是没有告诉我们 他的年纪 我不清楚是年轻力壮呢 还是一个中年大叔 我也不大确定他头上还有没有头发 但是就想象 年轻的好不好 路德一定是美丽 这个不要破灭 不要破坏我的这个整个想象力 所以他的故事是 这个年轻的 这个家人的 近亲呢 就在路德最困难的时候 介入英雄救美 把他娶回家 然后呢 他们就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 哈利路亚 结束了 你知道吗 大家都喜欢呢 爱情故事 大家也喜欢呢 童话故事 为什么呢 因为呢 我们活得很苦嘛 每一个人都希望有一个好的结局 都希望有一个好的一个未来 那更重要的是 如果有白马王子出现 该有多好的一件事情 你说是不是呢 是 那有更多人在幻想 我自己就是那个白马王子 我可以去拯救 那个灰姑娘 我可以去拯救那个白雪公主 对不对 大家都很喜欢 但是呢 事与愿违 因为人呢 实在是活得太苦了 你知道 我怎么知道大家喜欢童话故事吗 因为呢 大家都在追韩剧 这个韩剧真的是流行到不行 每一个人都好喜欢 尤其是 其实不止姐妹喜欢 弟兄们也超喜欢的 我怎么知道呢 因为多年前 有一次呢 我一个儿子呢 他想要做这个媒体 我就跟他讲说 儿子啊 你知道 韩剧很流行 你知道吗 这个 那时候有一个什么 一个韩剧叫什么 什么星星的 来自星星 你怎么知道 你有看 我说有一个星星啊 他说是 是gorilla吗 星星 我说不是 是有一个什么 star 什么星星的 很好看啊 你要拍这个电影 你要拍戏剧 我跟你讲 你要参考一下 这个韩剧是怎么拍的 所以我为了他 我为了他 我陪他看 我说来来来 我们一起来看 结果真的 这是我人生第一次看韩剧 跟他坐下来一看 结果他讲韩文 然后字幕是中文 所以我自己在跟 听着韩文在跟这个 后来好像会讲一点韩文 对不对 这个好像会讲个一两句 可是呢 我跟你讲 我的每一个儿子 中文都不好 他跟到一半就太吃力了 爸爸这个我不看了 就走了 结果呢 害我一个人看 我就在看 我说这个有点奇怪的 这个剧情 要看下去 儿子你不看 我帮你看一下 因为我为了要跟他解释 不是为了我 各位解释清楚 我是为了我儿子看的 我一个周末 把他给他看完 一直追追追追 怎么拍手呢 各位 各位 这不是好的例子 不要追韩剧 我就追追追追追 追到最后 师母说 你在干什么 我说你不能理解 这个 不是太好看 你知道一个人外星来的 然后呢 他有特殊的功能之外 而且呢 他又有钱 重点是又帅 对不对 对 他要消失就消失 他要出现就出现 每次都是那个 那个那个那个 什么公主有事的 他就出现 有了 我说这个真的是太厉害了 我说 你要不要看一下 师母说 我才不要看这种东西了 我师母呢 我跟你讲 你不要以为姐妹 都是非常浪漫的 从以前我要要她看电影 她就不看的 她就说 这个根本浪费时间 我就跟你讲一个秘密 我今天才想到 其实呢 我从国外回来 我很喜欢看一个影集 其实我是不追韩剧的 再讲一遍 我不追韩剧的 我是喜欢看 这科技片 这个什么外太空的 有一个影片叫做 Star Trek 不是Star Wars OK 这个是除非你对美国 有一点晓得 所以你不晓得我在看什么 我最喜欢看 Star Trek是什么时候呢 就是每一次 主日的结束的时候 讲完到了 你知道传道人最快乐的日子 是礼拜天的下午 请你礼拜天下午 不要打电话给我 谢谢 谢谢 因为我在看Star Trek 没有 那以前的事情 那我就很喜欢 然后那时候 你知道我们在教 这个夫妻的课程 都要讲到说 你要参与 在你另一半 她喜欢的这个娱乐的里面 所以你知道师母 最不喜欢看电影 也不喜欢看电视 所以有一天我很认真 你知道我跟你讲 我做什么事都很认真 我在看电影 也是非常的认真 这样在看 就师母就安安静静的过来 坐在我旁边 她就说我觉得很奇怪 你来看什么 她说我跟你一起看 我说有这种事情吗 我就说好 那是真来假的 我就跟她再继续看 在看一看的时候 我就觉得她就开始动来动去 我就觉得不妙了 然后我看她嘴巴 一直好像要动 好像要动又要避着 要咬着牙 最后她就讲说 这个好笨喔 怎么会有人想要看这个东西 都是假的 你不晓得吗 这些人在坐在什么 太空船上 好白痴喔 完全毁掉 我一切的梦想跟享受 我就说你不要陪我看嘛 拜托你好不好 她觉得这个事情是 超级浪费时间的一件事情 我不晓得为什么 我跟你讲这个故事 回到韩剧 大家都希望有一个人 可以来解决我的问题 其实我们人还活得蛮痛苦的 所以你看到人家痛苦的时候 你心里会得到安慰 不是吗 你很难过 就看到那个人 哇 各式各样的好事 都发生在他身上 你只能很勉强地挤出来说 感谢主 其实心里面很难过 不是滋味 那为什么都是神 你祝福他不祝福我 结果你听到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姐妹 她更痛苦的时候 其实你心里面是想讲 哈利路亚 但是你讲不出口 求主安慰你 可是心里面得到安慰 我告诉你 如果路德记 我们只是读到 哇 他好浪漫 这中间发生的这些事的话 其实你并没有读懂 这个路德记 路德记我要从另外一个角度 跟你分享 但是要给你一点点的背景 首先 你仔细听 当路德要讲他那个最伟大的那句话 你的国就是我的国 你的神就是我的神 就是我要跟着你这句话的时候 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 他为什么要做这个决定 他是摩押人 所以他现在要进到以色列室 他是不接受 不被接纳 不被接受 不被欢迎的人 然后这个拿尔米呢 又不是有钱人 他既没有丈夫 然后他自己的丈夫也都没了 他回去了之后是 跟着婆婆是一无所有 除了一无所有之外呢 他还没有未来 请你看我 我们人都会来到一个地方 要做重大的决定 但是你跟我做重大的决定 都是根据我的好处来判断 我做这个决定 对我有什么好处 对我有什么样的一个利益 但是你这边看到 有一个人他做了一个决定 不是根据他个人的利益 他是根据爱情 他是根据他对他婆婆的爱 他把他自己的利益放在一边 说我要跟着你 那很多人读路德记 就跟你讲这一段 人要做正确的选择 人要做一个伟大的一个选择 但是很少人告诉你 其实整个路德记的关键 不是在这里 什么说呢 因为当路德做了这个卷选 跟着奈儿米回去的时候 他们既贫穷 他们既困难 而且重点是他们没有未来 也没有盼望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没有丈夫 他们也没有下一代 在那个时候的环境 你没有丈夫 你没有下一代 你绝对没有未来 很多人会告诉你 人生做正确的决定 你就会一帆风顺 我想告诉你 人生一定要做正确的决定 但是做了之后 也不一定会一帆风顺 除非一个关键出现 那个关键的 这边的白马王子 叫做波阿斯波阿斯 他出现的时候 他是怎么出现的呢 圣经记载 我要给你一点点的背景 那时候他们回去的时候 刚好是收割大麦的时候 收割的时候 那婆婆就叫媳妇说 你去跟着后面 到人家这个田里面 去拾穗 那为什么有拾穗 这个概念呢 其实是犹太人 律法规定的一件事情 我们先看一下好不好 所以你稍微才会有一个概念 立位记第十九章九到十节 立位记第十九章九到十节 我们一起来念 一起来 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 不可割进田角 也不可拾取所遗落的 不可栽进葡萄园的果子 也不可拾取葡萄园所掉的果子 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 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 所以在那个时候呢 其实呢 神在律法里面有放下社会福利 Social welfare 为什么呢 他就意思说你收割的时候 有剩下的 你不要把它全部收 不要收得太干净 好让人可以在你后面去捡 为什么呢 因为在你旁边都有贫穷的人 如果患者是我们华人 我们应该让他收得一干二净 一点都不给他留下 为什么呢 人不可以浪费 这是十节里面的第十一节 这我自己加的 千万不要记录下来 那为什么神要求他的百姓这样做呢 是在下一节 下一段里面在生命记有讲 我们也一起来看一下 生命记的第二十四章 十九到二十二节 一起来念 你在田街收割庄稼 若望下一捆 不可回去再取 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 这样耶和华你神 必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 伺服于你 你打感染树 之上剩下的不可再打 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 你栽葡萄园的葡萄 所剩下的不可再栽 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 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 所以我吩咐你这样行 所以他的概念呢 为什么要留下余地呢 因为神纪念孤儿跟寡妇 跟旁边讲神纪念孤儿跟寡妇 神纪念孤儿跟寡妇 但是更重要的是神提醒他们 他说你们自己以前也当过奴隶 你们自己以前在埃及也做过外人 做寄居的 所以你不要忘记你自己 所以当你在收成的时候 一定要留一些让人家去捡 所以这是这故事的背景 所以波阿斯 这个波阿斯他自己有田地在收成的时候 刚刚好路德就走到他的田地去 他去什么 去捡 但是说实在 你知道律法是这样规定 不代表人们真的会这样做 所以当他在收的时候 波阿斯就远远看到说 那个女的是谁 他说这就是 这个拿厄米的媳妇 那个磨压人 各位啊 你看小城镇啊 一件事情发生 所有人都知道 因为怎么会有人 因为没有人可以理解 你一个外邦女子 明明就可以再回去你的娘家 重新开始 你为什么要跟着呢 所以呢 大家都知道说 他真的是有好名声 你知道吗 所以波阿斯就讲说 不要为难他 为什么呢 因为有时候虽然律法规定掉了 就不要再捡 那普通人讲说 不要拿太多 拿回来给我 可是呢 波阿斯交代 你刻意地多留一些 让他可以捡 所以呢 路德呢 捡了一大堆 你知道 捡东西应该是捡到一点点 你捡一大堆 他回去的时候 他婆婆说 你是去哪里抢劫啊 怎么带那么多 这个是我自己家的 他说不是啊 是这边 我觉得那边就有那么多 他说你到谁的田里面 他说到波阿斯 那这个婆婆就醒过来了 他说神 真的是工作在其中 因为波阿斯很帅 没有没有 波阿斯不知道帅不帅 他很有钱 重点他是近亲 然后整个故事的高潮在这里 这样的事情 就发展了一阵子之后 收割完成了 他们最后要做结束的时候 这个婆婆呢 不是盖的 你知道 婆婆真的很厉害 婆婆做了什么事呢 他跟路德讲说 去洗澡 弄香香 换个衣服 晚上啊 因为他们在收割的时候 在打麦的时候 都睡在这个田边 他说我跟你讲 晚上的时候 不要给人家看到 你偷偷的 看波阿斯 躺在哪里 你就过去 然后呢 把 我都不敢相信我读的 你知道吗 我想说 圣经会记载这种 这种是谋略 这是策略 他说过去 他说把那个被子 给他掀开来 我不想他是被子掀开来 还是他穿了袍子 把脚打开 他说你就睡在脚边 然后把他那个盖在你的脚上 我想这一招 高啊 我不好意思 叫你跟旁边讲高招啊 那波阿斯是这样子 晚上睡觉睡一半 突然惊醒 怎么有一个女的 躺在我的脚下 你能想象你睡一半 突然有女孩子 躺在你脚下 这是什么情况啊 怎么发生这个事情呢 这完全戏剧化 但是这不是我编了 这圣经里面写的 他说谁啊 谁躺在那里啊 路德说是我 我是记得路 我不夸张 我把他讲真正发生的事情 他上面这样写的 这一段我没把他打出来 所以我要你想象 听我讲 波阿斯说你是谁 路德回答说 我是你的卑女 路德 听哦 这句话太强了 他说求你用你的衣镜遮盖我 因为你是我的一个 致敬的亲属 他说请你遮盖我 这个中文呢 意境不够 英文比较厉害 英文怎么说的呢 Who are you So she answered I am Ruth Your maidservant 听哦 Take your maidservant Under your wing For you are my close relative You are my kingsman 有一首歌叫做 Under my wing 还是什么呢 是从这边 是从这边拆取的 他说请你遮盖我吧 看我 其实啊 如果路德 只是跟着 Niami 其实他没有未来的 他整个的转变 是因为遇到了波阿斯 然后后来就讲到说 那波阿斯就开始起来 知道他要做什么 这个故事的精彩 我又要再给你一个背景 如果不给你一个背景 你不了解他在讲什么 所以请你跟我稍微 再退后一步 最后点在看这个小说 我们要再看一下 他的背景 这个背景是在 另外一个律法 有一个这样的规定 规定什么 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是在立位记 立位记说什么呢 我们看 第25章 47节到第49节 一起念好不好 一起来 所以这个故事 是这样子 它的一个律法是规定这样 你仔细听我 神给各族各家都有土地 就是有产业 这个产业是一辈子的 是不能转换出去的 如果你因为贫穷 把它转换出去了 你要把它再赎回来 如果你自己没有力量赎回来 你的亲戚 你的近亲 你的kingsman 要把它赎回来 再归到你的自己的产权下面 可是有一个问题 如果你没有后代了 你没有后代了 那你就是有财产也没有用 所以它的概念是这个样子 如果一个人他嫁了 就先生死了 那没有后代对不对 所以他这条线就没有了 所以神在法律上面规定 他的弟弟要起来 帮助他哥哥留一个后代 是归在他哥哥下面 不是归在他自己下面 那如果没有弟弟的话呢 那那个近亲呢 就要为他尽这个义务 都没有人动 没有听过这样的事情 对不对 这是为了什么呢 保存一个家的后代 还有保存这个家后代的产业 让他可以一直维持下去 好了 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呢 再来看第四章大结局 你才能明白 好不好 我们看一下第四章 第四章怎么讲呢 在我们看这个之前呢 哈喽 路德不是叫他说遮盖他吗 对不对 所以波阿斯就起来要工作 他说呢 我是你的近亲 但是呢 还有一个人比我还近 所以如果他不赎 不把你赎回来 我才能够赎他 这个很戏剧化的 你能想想看 那个近亲可能长得 又丑又难看 对不对 可是呢 他要把他赎回来 路德只能嫁给别人 对不对 所以我们的故事 我们在读的时候 一直讲说 千万不要嫁给他 你千万不要赎回来 千万不行 对不对 所以我读圣经 我很忙 很多的这些戏剧 在那边跑来跑去 你们读圣经都很无聊 我读圣经很好玩 第四章是这样记载的 我念给你听 我一边念了 因为我要闪到一边 你们才可以看得到 第四章第一节是 波阿斯到了城门 坐在那里 恰巧波阿斯所说那个 致敬的亲属经过 就是还有一个更亲的 波阿斯说某人啊 你来坐在这里 他就来坐下 波阿斯又从本城的长老中 拣选了十人 对他们说 请你们坐在这里 他们就都坐下 第三 波阿斯对那致敬的亲属说 从摩押地回来的拿尔米 现在要卖我们足兄 以利米勒的那块地 我想当赎那块地的是你 其次是我 以外再没有别人了 你可以在这里的人面前 告诉我本国的长老面前 说明 你若肯熟就熟 若不肯熟就告诉我 结果那人回答说什么呢 我肯熟 讨厌的人 怎么突然说他肯熟呢 可是波阿斯呢 不是省油的灯 请你记得 第五节 波阿斯说呢 那你从拿尔米手中 买这地的时候 也当取什么呢 死人的欺赢 摩押女子路德 使死人在产业上 存留他的名 第六节 那人说 这样我就不能赎了 有一个可能是 路德长得太丑了 所以他不要了 但是我认为他很漂亮 所以一定有别的原因 他说什么呢 恐怕与我的产业有爱 你可以赎我所当赎的 我不能赎的 接下来第七 从前在以色列中 要定夺什么事 或赎回或交易 这人就脱鞋给那人 以色列人都以此为证据 也就是说呢 今天我跟Derek办个交易 办完之后 来 脱鞋子 你如果看我今天出去 没有穿鞋子 他手上有个鞋子 就是我跟他达成交易了 听懂 以后你们做什么 也不用盖章了 鞋子给他就是了 带走鞋子 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第九节 波阿斯对长老和重鸣说 你们今日做见证 凡属以利米勒 和基连马伦的 我都从拿尔米手中 致买 又娶了马伦的妻 摩押女子路德为妻 好在死人的产业上 存留她的名 免得她的名 在本族本乡灭没 你们今日可以做见证 停在这边了 我在后面自己想就好了 看我 你知道 为什么那个敬亲不愿意买吗 因为买了 不是他的 买了还要 娶过别人的妻子 为那个家族 生孩子 是归给那个家 买来的产业也归给这个家 谁这么笨 你听懂吗 所以那个志情说 那我就不赎了 你要赎 你自己赎 鞋子脱下来给你 嘿嘿嘿 那脚不知道多久没有洗了 可是波阿斯就把他赎回来 我讲这么多 就是要跟你解释一件事情 各位你要仔细听 如果路德 只是做一个决定 生命当中没有波阿斯的出现的话 他生命没有什么样子的转环的余地 他生命之所以转环有改变 是因为有一个自清 Kingsman 他又说他是一个救赎者 Redeemer 你知道在路德纪短短的四章里面 出现了二十几次以上 救赎者的这个概念 Redeemer 赎回的这个人 亲爱的弟兄姐妹 亲爱的朋友们 包括可能第一次来到教会 圣经里面一直有一个概念 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 都一直有一个概念 什么概念呢 就是你跟我 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 都有一个至亲的亲属 是我们的Redeemer 是我们的救赎者 今天不是请你来读路德的故事 今天不是请你来 来看一个以前发生的历史 不是 而是圣经里面用这些各种各样的故事 要来告诉你一件事情 神其实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预备一个救赎者 听哦 可是这个救赎者 为了要拯救你跟我 要赎回就是买回 他自己要付上极大的代价 你赎回一个人 不是说我只是把他买回来 No 我把你救回来 我把你买赎回来 我自己要付上最大的一个代价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知道在教会里面 一直都放一个十字架 十字架不是只是看到吸血鬼来给他看的 很多人以为十字架只是一个表象 他很厉害 不是 十字架是要表明 你有一个至亲的救赎者 已经为你付上代价 为了要拯救你 我们人生不都是一帆风顺 我们甚至很多的时候 人生比较像是 奈尔弥说的 我不是甜的 我是苦的 很多事情发生在我生命 可能我人生做了很多的决定 最后的结局 跟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我很苦 所以大概就会两种人 你听哦 一种人是说 我还要再努力 我要扭转我的命运 我要想办法 我不需要救赎者 我自己就是我的救赎 I can do it 我一定要想办法改变 扭转逆势 我要一个逆转圣 有的人失望 退缩 绝望 他觉得我没未来 也没有盼望 他放弃了人生 你知道为什么路德 或者是 Naomi 非常快地得到了帮助 得到了拯救 是因为呢 他知道他自己做不来 没有丈夫 没有儿子 没有未来 他知道他不行 他需要被拯救 朋友们 弟兄姐妹 你仔细听我讲 这关系到包括基督徒 耶稣基督是神所安排的 拯救者 他为我们预备 他牺牲的一切 是为了我们 但是不都是每一个人 得到这个祝福 只有少数的人觉得说 我有需要 我真的需要被拯救 我们大部分人觉得说 I can do it 我来想办法扭转这一切 但是人生到最后 很多都是失望 有更多的人 他退后 他失望 他放弃 甚至很多人生病 忧郁 越觉得人生 跟我想象的不同 这个灰姑娘的 这个故事 她永远都是灰姑娘 麻雀从来没有变成凤凰 永远都是麻雀 而且是被人家践踏的 除非你真实看见 我需要做一个选择 神为我预备救赎者 我愿意被救赎吗 我愿意接受祂的帮助吗 这个故事没有停在这里 请你仔细听我讲 波瓦斯把路德赎回来之后 你记不记得那时候 我讲这个故事的背景是事实 以色列中大乱 因为没有君王 对不对 路德不是只是被赎回来 路德被赎回来 后来成为以色列中 最出名的一个君王 叫大卫王 他的真祖母 你听懂吗 路德不是只是 他好可怜 需要被人帮助 路德被赎回来 他不只得到帮助 他还进到神的永恒的旨意里 他成为大卫家谱的人之外 那个真正最大的君王呢 是大卫的后裔 耶稣基督 路德不是只是 一个可怜的女孩子 得拯救 生命改变 过一个好的生活 而是他进到 神的命令 神的旨意里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时间差不多 我请接班团一边上来 我们人 要做一个拣选 神他为我预备了 一切的救赎 他已经预备了 我常常解释 salvation is free 救赎是白白的 but it's not cheap 他不是廉价的 有人付上了 生命的代价给我们 但是 他为我们预备了 这个恩典 不代表我们要 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我们的很多的时候 我只看到我个人的利益 我只看到我自己 我并不晓得说 神已经为我预备了一切 所以今天 我在最后的时候 要给你一个呼召 这个呼召是这个样子 你听清楚 再来回应 你是否知道 透过路德纪神 要对你说 那个至亲的亲属 那个救赎主 救赎者 一直都在你旁边吗 他不是需要你 自己想办法 再去努力 自己想办法 再去争取 你也不用绝望 因为他一直都在 但是 最困难的是 人愿不愿意放下自己的方式 让人来拯救 我们的面子 我们自我的价值 我们很多的时候 我们很多的时候 不愿意让人家来救我们 但是我要给你一个邀请 今天 你都可以转向他 这恩典是为你预备的 听好 他不只是要救你 脱离你现在的困难 他主要是要拯救你 进到神的心意里 神的计划里面 人的一生 后来路德的嫂嫂 到底怎么样 没有人知道 但是世世代代 已经过了三千多年 我们还要再讲路德的故事 为什么呢 因为救赎者 救赎主拯救了他 不是只有拯救那个时候 拯救他到永恒 我们一起低头 如果你清楚 今天的这个信息 如果你也明白 这个信息是对 每一个人所说的 我想给的一个呼召是 一个邀请是 有多少人愿意来回应他 对你的救赎者 对你的至亲的亲属 Your Kingsman and Redeemer说 主啊 我需要你 我不再靠自己 我需要你 谢谢你爱我 拯救我 耶稣对我们的爱情 是大水都不能淹没的 有谁爱你到一个地步 是愿意把命都给出来 真正的爱 是那愿意为你付出的那一位 如果今天有人 要回应 那救赎主的呼召 请你 轻轻地把你的手举起来 举起来之后放下来 看见了 举了放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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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问我说 牧师你为什么都要呼召人 无论是举手 站立 因为呢 它就是一个拣选 你不能想在心里 你要有所表达 我想再一次 再给你一个时间 一个机会 回应 多少人 有没有听到这个信息 是拿爱你的救赎主 对你发出的呼召 让我把你赎回来吧 你愿意回应他的 不再靠自己 要回应他的 还没举手的 这时候都可以再举手 还有吗 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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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个邀请 还有吗 最后一次了 还有没有人 你愿意回应 我为你祷告 看见 看见 还有吗 看见 看见 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 谢谢你 爱我们 到一个地步 你命都给了出来 这才是 真正的爱情 你对我们的爱 是没有办法被改变 我今天在你面前 特别是为所有举手 在你面前的弟兄姐妹 还有朋友们来祷告 让我们生命 不是只是做对的决定 而是当我们看见救赎主出现的时候 我们对你有所回应 可以回到主你的面前 我把一生都交在主你的手里 主不再靠自己的努力 单单的来信靠你 阿爸父 我为所有在你面前举手的 他在你面前做了表示 也做了拣选 今天开始 生命 因着救赎主 不再一样了 主我们感谢你 因为你是良善的主 谢谢你 对我们的爱 我们感谢你 我们这样的祷告 是奉主耶稣基督 你最宝贵的圣名 阿们